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鼻蓝 欢迎来到迷路正线 这期咱们说两个事情 一个是南希佩洛西 她现在已经证实了 她肯定是不来台湾了 不来台湾她最大的担心理由 就是被解放军给击落 但这个理由 我觉得美国也是挺害怕的 第二个事情就是 林志颖驾驶特斯拉 自撞乔墩 满脸歇血 被拉出车外 那么这个事情 关于特斯拉的事情 我们也在讲一讲 也在讲一讲 那么首先一个 我们先说这个 提及专机可能会被解放军击落 佩洛西精灵言论意味着什么 美国国会众议院众议长佩洛西 计划8月访问台湾仪式 近来被传得沸沸扬扬 佩洛西7月21日进行了回应 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我不讨论我的旅行计划 这是安全问题 她强调她从来不事前说明任何出访行程 被问到美国该如何恶阻中国武力攻台台湾时 佩洛西回应称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我认为很重要的是我们展现对台湾的支持 我也认为我们没有能在台湾问题上曾经说过支持独立 这取决于台湾决定 佩洛西说 由于美国总统拜登去20日晚回应 佩洛西访太一时时称 五角大楼反对该计划 军方认为现在访问台湾是个不明智的举动 佩洛西表示 他听到了传闻 但拜登没有直接与他谈过 他不太清楚 我认为总统的意思是 美军方可能担心我们的飞机会被击落 或者类似的事情 对于佩洛西可能的访谈形成 中国方面早就明确坚决反对的立场 在未成行之前 相信北京正在通过各种途径 极力阻止佩洛西访问 从拜登表态军方反对 以及透露他将与习近平时日内通话看 中美高层的沟通是正常的良好状态 局势可能不会发展到佩洛西访问成型的地步 佩洛西称 我们没有能在台湾问题上曾经说过支持独立 更有一种澄清不支持台独的意味 中美就佩洛西可能访台一时 进行了怎么样的交涉 外界不得而知 但是从拜登说军方反对 到佩洛西猜测美军担忧飞机被击落 都指向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态 那就是解放军有可能在佩洛西访问台湾时 采取击落专机的行动 这对于今天的台海局势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 那就是暗示了美国方面的不合时宜行动 可能触发台海军事危机 中方随时可能按下武统按键 哪怕和美国开战意义在所不齐 北京方面或许在私下的裁判中 已经明确给了最后的警告 而这种强硬的长征在倒闭美国不敢轻举妄动 在这场胆小鬼游戏中 美国似乎展现出了雀诺的一面 各位网友啊 同胞们 我说过北京啊 这个就是直接就是军方跟他的军方打电话了 因为我之前不是一直都讲过吗 现在中国军方全权负责对台对美的事务 就是说他这个比重不是说外交部 说了算了 而是说军方执行这些 就是说搞这些政策 最后你外交部你去说话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跟各位讲 这个就是说 为什么佩洛西来台湾一定要弄点事情 那就是解放军就是说 我不采取武统台湾 我直接就打爆你美国的飞机 这个我说过比那个半飞 要有效果的多了 效果是杠杠的 大家明白吧 你去半飞有什么意义呢 对不对 你半飞你是什么 欢迎他 欢迎这个南西佩洛西 中国搞几个战机半飞他 你半飞你敢打吗 他是很害怕 他那飞机状况降落 怎么的 对吧 反而他在倒逼你 他就证明你 我来了你也不敢搞 那么我就说了 那中国要采取是直接击落这架飞机 那这个就不一样了 这个是我们之前没谈到过的 所以我说过 我们还是都是普通人 军方比我们要强硬得多了 我是这样想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飞机降落在台湾 降落在哪个机场 把哪个机场给轰了 然后看正好借这个事情 可以测试美军的反应 我把你机场轰了 你的飞机还在哪里降落 你只能折返回到冲绳 在冲绳去降落 对吧 但是现在解放军 给出的答案是 我相信李作成 打电话给这个 马克米利 就告诉他 请你转告拜登 转告佩洛西 如果说他的飞机敢 访问台湾的话 我们会采取 击落的政策 那这个就是目前的 军方的这个态势 对台整体 已经都是正见在弦上的 就是通过现在这个台湾 来倒逼你美国 说得很明确了 在其他的领域 先保证14亿人的福祉 我跟各位讲 如果你这个台湾的这个问题 先保证不了我们大陆人民的福祉的话 那还不如暂时不要动 因为我们具体到个人 爱国是一回事 但具体到我们个人 我们也要吃饱饭了 或者说我们也要吃好 这个是前提 在这个前提之下 再去解决台湾问题 对吧 或者说我们现在大家都吃不饱饭了 那去赶紧去解决这个问题 否则的话 如果说能拿台湾问题去倒逼美国 比如说你现在 你那个芯片 你不给我是吧 好 我们明天就去武统台湾 你赶紧把我把芯片给我 口子给我开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现在暂时不动 大伙都可以理解的 但是你不能说是你是胆怯怯怒 像有一个人叫什么 李毅啊 我还听到他最近好像在说什么 好像要五十年不保证武力统一台湾 这不是学严学通吗 他们跳反了 这个李毅说的实在话 他有很多的这个群友 之前都要把我拉进他们这个群 我算了 我说不要 不要把我拉进去 我这个人对这个武汉 那些同胞的死亡 他居然在那里谈笑风生 死四千等于 没死 用死制去形容同胞 而且就嘿嘿 哈哈哈哈 那说句说句话 人品有问题 他本来就在中国 他也 谁给他背书 没人给他背书 但是他现在又想要跳反 又要讲这样的话 所以这样的人 他对什么武统也好 统一也好 他只是拿这个东西 为个人利益在奋斗 还有可能之前叫我去看他的节目 我去看他的节目干什么 他应该来看我的节目 我为什么要去看他的节目 他在哪门子学着 对不对 是不是 我油管的总播放量 是这个人的多少倍 我要去看他的节目吗 他之前被孝东骂的 他妈声音都没有了 对吧 学严学通 这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吗 所以这些人 我跟各位讲 出来一个这样的人 大家一定要保持警惕 冷静观察 所以我就讲了 台海这个事情 中国 中共 北京 绝对不会 这么软淡的 他一定是会很强硬的 那现在你美国 你下的不敢来 你之前你佩洛西 已经出国要来了 你直接他妈被我吓了 你他妈阳性了 当时肯定是 我跟各位讲 当时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动的 包括已经都已经布雷了 台湾已经布雷了 下了已经布雷了 到时那个当时 一个韩国一艘船 就是那天来不来的 韩国一艘船都被炸成了 这个事情 他就下来就不来了 然后后来证明 没有阳性 然后顺便再打一波广告 去打那个神药 是这么一回事 对吧 我们全网到现在 坚持在这个地方 积极去推动武统的 从来没有改变过立场 还有一些少数一些 也是的 从来没有改变这个立场 即使是这边局面再困难 风向再不对 从来没有改变过 但是现在你看到 当军方说出这样的话 当美国陪着去说 我们的飞机可能会被击落 军方说现在不要去 现在去可能很危险 不就是给中国这方面在台底下 在交涉吗 看不见的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的一些场合在交涉吗 美国军方是被吓炸的吗 当然不是被吓炸的 因为我们很严正义词的告诉他 军人之间他听得懂一些话的 所以我们不惜一战 之前魏凤和 在香港里达警告 美国官方部长 奥斯汀的话 难道是错误的话吗 对吧 难道是胡说八道的吗 我告诉你 我 不允许你来 台海 对吧 你们在这里支持这个台独的话 我们不惜一战的 一定打到底 而且给你亮相的那些核弹 大家以为是在那边想干嘛 开玩笑 不开玩笑 就是给你展示的 那大家说 那当时拜登讲说要 在日本访问的时候 说要这个 吴同涛要军事介入 美国军方第一时间出来表态 说是我们对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 我们只会卖给他武器 保持自卫 但我们不会军事介入的 那对人说 那美国总统为什么讲 美国总统他懂军队吧 他是搞外交出身的 他懂军队吗 军队到底有多少实力 跟解放军能够掰手腕呢 美军自己心里清楚 而且美军不代表 美军的高级将领 代表的是军工利益集团 代表的是保守派势力 不代表你美国白走 不代表你这个总统 你这个总统下一季滚蛋了 下一个再上来 可能马克美尼照样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所以这个事情是这么去看的 所以大家也知道 我们从这个当中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军方 我们再一次正视 中国军方全权负责对台对美业务 那么 这个 林志颖这个事情我们也可以讲一讲 林志颖大家都知道 详细的细节我也就不重复了 因为大家都很清楚 他驾驶这个特斯拉在转弯的时候 突然之间失控了 撞上那个桥墩 一个赛车手 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不认为是巧合 我觉得 是这个 后台的暗门在这里动手脚 要测试一下 你一个赛车手 能不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去操纵 我对台特斯拉 对吧 选中你去操纵 不好意思 你玩不过机器 那OK 这个测试很满意 很完美 不死算你命大 对吧 而且林志颖大家都知道 对吧 以前这个小鱼儿的 绝在双胶 特别帅 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演员 也希望他早日康复 希望他小孩 应该看来现在都没事 对吧 那 我说过特斯拉的东西 为什么 伊尔在车上出事情 照道理 特斯拉很牛逼 全球一半的市场是他的 剩下一半是中国的 中国的这些汽车企业 那中国这些汽车企业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很少 那都说特斯拉比中国电动车 水平要高 技术要好 美国货 那为什么 中国这种电动车 很少有这样的事情 而他 伊尔在车上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不认为是某些人在电脑后台搞一些事情吗 就像东航一样的 对不对 冰箱都可以有暗门 一台车 一个飞机 那又怎么样呢 我的心链 我不可以操纵你吗 所以他们在测试一些东西 而且大家要知道 电动车着火 在美国 有消防员拿十吨水去灭 都没灭掉 他那个使劲烧 烧得可厉害了 将来如果说这些驾驶的特斯拉 这些汽车 如果处于战时状态的话 或者 能搞你的话 这台车 自然系统 我个人感觉是可以操纵的 它的自然系统 往他妈人群里面 一吹 一烧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各位真的 保护自己的命 少买这款汽车 等会儿别到时候 你开这车你命都没了 别天天他妈的迷信美国人 我要成为史蒂夫乔布斯 我要像他一样 像到印度去修行 把吃下的食物 不造粪 直接抠出来 营养吸吐掉了 再抠出来 吐掉 我喜欢马斯克 马斯克是我的 心中的神 我叫马斯克 叫得比我爹妈还他妈亲 马斯克说要搞比特币 我也去抄比特币 辞掉国企的工作 去干这个事情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 据我所知 网友身边也有这样的人 去抄比特币 最后呢 是变傻子了吧 你接盘去了 所以老兵讲了 这个美国军方 包括他在干的这些事情 到时候特斯拉我跟你讲 人群当中在搞什么活动 因为特斯拉 就给你过去了 我这两天在这个 秦王岛这边 这边特斯拉 我没看到有特斯拉 特斯拉不允许开的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编达 十点的电视 谢谢 谢谢 好